把带回的真经翻译成中文,成了玄奘回国后的头等大学,但玄奘不败,那么多佛金,靠他一人之力是绝对翻译不完的。 如果不能让中国信徒读到真经,那么留学印度十几年还有什么意义呢? 面对浩大的翻译工程,玄奘该怎么办呢? 请听复旦大学钱文中教授继续讲,玄奘稀有济之,魂系真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玄奘心形求法。 请听复旦大学钱文中教授继续讲,玄奘稀有济之,魂系真经。 唐太宗的贞观十九年,公元的六百四十五年,那一年的三月,玄奘结束了和唐太宗李世民的会面,回到了长安。 遵照唐太宗李世民的会面。 遵照唐太宗的旨意,住进了当时非常著名的洪福寺。 从此开始了标秉千秋的翻译、教育、讲学、住宿的辉煌生涯。 只要是对中国佛教史略有所知的人都了解,就佛经翻译而论,中国的唐朝是首屈一指的。 为什么唐朝的佛经翻译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呢? 中国现代著名的佛教史的大师级的学者,汤用彤先生,在他的名著《隋唐佛教史稿》里,总结了四点。 第一点 人才之优美 第二点 原本之完备 第三点 异常组织之严密 第四点 翻译律力之进步 这是概括的非常全面和到位的 那就让我从刚才那四个方面给大家用尽量非专业的语言 尽量简单的语言来给大家做一点介绍 第一 人才之优美 玄奘本人滑饭兼通 他本身中国人 又生在一个官宦世家 从小受到了儒家经典的教育 又长期留学印度 在语言上当然没问题 中外两种语言 当然外语主要是指范文 那当然没有问题 同时 由于他在印度留学 那么长时间 跟从顶级的印度学者 在当时全世界绝对排名第一的佛教大学 又参加了那么多高规格的辩论 他不仅是语言好 他对佛教的非常深的教理 有透彻而全面的了解 至于他信仰虔诚 毅力超群 这些都已经证明了 不必再说了 作为一个翻译者 作为一个翻译工作的主持者 或者说主心股 我们难道还能找出比玄奘大师 更合适的人选吗 我想是不可能 大家可以进一步的方案 好 我们现在当然是对玄奘法师 心悦诚服 可是他的那些帮手和助手呢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他的助手不行 和他的差距过大 那当然是会影响翻译工作的质量的 这一点 非常细心的玄奘法师 早就注意到 早就有所考虑 所以 所有的僧人 那些助手 所有的辅助他翻译工作的人员 都是由他亲自挑选 亲自推荐 根据记载 玄奘推荐了大量来自长安的高僧 这个不奇怪 长安是当时的首都 佛教水平无疑是当时全国最高的 其中 有一些人是早已成名的高僧 同时 在玄奘的翻译队伍里 还有全国各地 千挑万选 而来的高僧 甚至 包括一些军事 非出家人 由于在佛学方面 或者汉语方面的造诣特别高 也被玄奘网罗罗进自己的队伍 可见 这是在全国范围内 物色人才 玄奘推荐 朝廷当然许可 负责 召集这些人的 负责这项工作的 就是一代名城 我们提到过的 奉唐太宗的指令 专门负责 照料玄奘的工作的防玄灵 能够被玄奘法师看中 加入这支 前无古人的吧 实际上也是后无来者的 这支翻译队伍 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荣誉 同时 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 所以 绝大部分的僧人 都应召加入了 我讲的是绝大部分 那么 难道还有 还有人 得到了玄奘的推荐 居然不加入吗 放弃那么好的机会吗 有 不然我就不会用绝大部分这个词 我就用全部 我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当时很著名的 慧敬法师 下招追赴 谢病男子 皇帝为了调集他 专门根据玄奘的推荐 下了招数 请他到长安来 他说自己病了 不然 这是一个 法杖 这也是个很著名的佛教大师 先是参与了 后来因为和玄奘 见解不同 退出了 玄奘的团队 这也是有的 不过 无论如何 玄奘的翻译团队 在当时 绝对是 集一时之选 这是毫无问题的 玄奘为什么要独自新兴十几年 他的最终目的 就是求取真经 弘扬佛法 那么 在玄奘的心目中 在唐朝人的心目中 什么样的佛经 才能称得上 是真经呢 第二 原本之完备 也就是说 翻译的这个 原来这个佛经本质 原点的完备 这个问题 是跟佛教 传入中国的历史和途径 密切相关 这是为什么呢 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 到现在为止 我们知道 佛教肯定在公元前 就传进了中国 具体时间不知道 看来近期 学术界也不可能 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 哪一年佛教传进来了 恐怕 做不到那么精确的论断 学术研究表明 佛教最初 并不是从印度 直接传到中国 而是通过了今天新疆 还有中亚 无数的小国家 无数的民族的中介传入 它是间接传入 因此 大家一定要 最早传入中国的佛经的原本 不叫梵本 不是梵文的梵文 叫什么 叫胡本 这些本子 最早传入中国的这些胡本 它使用的语言 并不是梵文 而是古代中亚 和古代新疆的 各种各种各样的语言 这些语言 几乎都已经灭绝 这也就意味着 最早的佛经翻译是什么 是多重翻译 先要从梵文 翻译成中亚少数民族的语言 再翻译成汉文 和印度的原本 总归会有不少的出路 有的还相当的大 中亚和新疆的那些 古代民族和国家 对佛经来说 一般都是看护得很严 不大愿意随便让人去看 更不必说 让你顺利的取走 又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原因在 此外 湖本 还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正因为它 也不是印度本土的经典 所以啊 它显示出一种保守性 也就是说 当某部梵文佛经 被翻译成中亚的湖本以后 往往一两百年 就这个本子了 而在印度 由于佛教的发达 由于佛教学术的这种激烈的讨论 论辩 它随时保持着一种 我们讲与世俱进也好 我们讲不断更新也好的一种态势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 起码在佛教徒的心目当中 只有梵本 梵文写成的佛经 才是真经 胡本 用中亚和新疆古代少数民族的语言 写成的佛经 未必称得上真经 这也就是为什么 唐僧西天取经 取的经 叫真经 那么玄奘取回的真经 又有什么特别呢 有 因为玄奘在印度留学 游学的时间特别长 又是在最高学府 乃兰陀士 刚从当时戒险法师学习 所以他带回来的本质 数量大 覆盖面广 而且质量特别高 也就是特别可靠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佛经翻译里边 在我们 我们今天读佛经 当然是读汉文本的 但很少有人可以读凡文本的 为什么 唐义特别珍贵 也就唐朝的一本特别珍贵 而在唐义里边 游义 藏义更珍贵 玄奘翻译的本质 顶顶珍贵 如果我们把唐朝的汉义佛经 比喻成为汉义佛经当中的皇冠 那么玄奘翻译的佛经 就是皇冠上最耀眼的民族 玄奘不仅力尽艰辛 带回大量国家真经 并且欧心力血 翻译出许多高质量的国家经典 做到了真经不识真 受到了后人的推出 那么 玄奘的做法和前人 都有什么不同呢 第三点 所谓一场的组织 翻译工作 尤其是翻译很多大部头的著作 必须有很多人合作 这就要求有组织 这很简单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史 英国学者李约瑟写的 中国就是有一支 很大的翻译队伍在翻译的 翻译了好久了 我读大学之前就在翻译 到今天还没出学呢 这是当代一个英国学者 用英文写的 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 最权威的作作 翻译尚且如此 更不要说古代佛经的翻译 这样的组织 在历史上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又有什么演变呢 这还必须回到中国佛教的历史上去看 最初的组织人非常少 只多三个 一般两个 一个就是懂胡语的 或者懂梵语的 一个是懂汉语的 你用梵语 一个是懂一点胡语 但是汉语比较好的 那么这个人念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佛经 很晚才写下来 最早都是口口相传的 我念一句 比如 南无阿弥陀巴亚 我反而念一句 接下来 南无阿弥陀佛 这样来翻译 为什么有时候会有三个呢 正因为佛经是口口相传的 我念的时候 担保没准念错了呢 那方便再准备一个 我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巴亚 那旁边也有 南无阿弥陀巴亚 知道 对了 我可以安心地翻成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最早的翻译组织 一般就是两三个人 而后来人数越来越多 组织越来越复杂 慢慢就有了一个专有名词 叫一场 谁是创始人呢 世道安 世道安是个什么人呢 大概出生在公元的312年 或者314年 我们不太知道 去世的年份 元季的年份385年 东晋时代的人 哪人 河北人 这个人是本土高僧 并不是印度来 也不是中亚来的 他还是一场的 最早的创始 据记载 当时世道安的一场里边 经常有几千个人 当然这里边不可能都是翻译工作者 好多是什么 来学习的 通过你们翻译佛经 我正好在旁边学习的 就翻译组织而言 来自邱之国的僧人 纠摩罗什 这是玄奘以前的 顶级的翻译大师 以纠摩罗什的翻译 叫什么 叫旧意 比较旧的翻译 玄奘的翻译叫新意 这个旧摩罗什也是个非常奇特的人 这个人会好多种语言 是个语言天才 据说旧摩罗什的妈妈 怀他的时候 肚子里有旧摩罗什了 他妈妈突然会三十多种翻译 等旧摩罗什生下来 他妈妈一句都不会了 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记载 旧摩罗什是一场的 中间发展阶段的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大到什么地步呢 翻译大品经的时候 参加人五百人 翻译法华经的时候 我们叫妙法莲花经的时候 参加者两千余人 翻译维摩洁经的时候 参加者一千二百多人 如果论今天 谁翻译的佛经最流行 恐怕还是旧摩罗什 玄奘翻译的佛经 大量是高难度的佛教理论的注重 读的人少 所以旧摩罗什非常了不起的人 那么玄奘的一场的特点 又在哪里呢 如果以人数规模来衡量 玄奘的一场不算大 但是综合而论 尤其是一场里边 机构岗位的设置 分工的严密 玄奘首屈止 在玄奘以前 佛经翻译的方法 不外乎两种 执意和意义 而这各有利弊 如何才能准确又传神的 翻译佛经 是多少代人的追求 也是困扰了多少代人的 一个大难题 那么精通汉语翻译的选择 又是怎样找到出入的呢 第四 翻译律例 这个很好玩 什么叫翻译的律例呢 翻译的理论 和翻译的方法 中国佛经翻译 持续时间长 翻译数量大 语言跨度复杂 就牵涉到很多种语言 不像今天 我翻译莎士比亚 我懂中古英语就可以了 当然现代英语 跟莎士比亚的英语 是有区别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要翻歌德 我懂德文就可以了 佛经不是那么简单的 它牵涉到很多语言 仅仅懂梵文 懂梵文是必须的 但是懂梵文 并不是就足够了 所以它语言跨度很复杂 而对翻译学理论的贡献 中国的佛经翻译 居共自为 提供了很多经验 很多教训 那么我们首先要问 在玄奘以前 中国翻译的理论是什么呢 早期主要是直译 也就是什么 直接翻译 所谓的气文存质 我实在为了准确的翻译 我放弃文采 保留非常质朴的 比较死的翻译 死版的翻译 在兼通化繁的人才 极度缺乏的时候 这是可以理解的 无奈之举 我在前面刚刚提到 世道安 一代高僧 但是他不懂梵文 他不懂梵文 所以他就提倡执意 直接翻译 这种职业的风气 到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了呢 到纠摩罗斯 纠摩罗斯开始改变了 有人当时的人普遍认为 只有纠摩罗斯 可以在野 非常狂野 也就是说非常自主 实施版本 和艳 艳丽 非常花里胡哨之间 达到一种平衡 当时人认为 纠摩罗斯做得到 这种说法有点抽象 那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高僧传里头讲 过去翻译的正法华经 也是妙法莲华经的 另外一个本子 佛经上 往往一部翻文佛经 有好多种汉文一本 原本都是一本差不多 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叫什么 天见人 人见天 就天看见了人 人看见了天 有这么一张句子 纠摩罗斯看见了以后啊 就说 翻得太野了 这个不是狂野 是翻得太朴素了 太实版了 这个意思啊 跟西域的原意是对的 但是这么翻 实在是不太妙 所以纠摩罗斯就把它翻成什么呢 人天相结 两德相见 用八个字翻 原文是天见人 人见天 纠摩罗斯把它翻成天人相见 两德相见 那这就是一个例子 这当然就好得多了 但是 纠摩罗斯 古兰是在中国佛经翻译历史上 唯一一个 可以跟玄奘比一比的人物 但是 他与秦与大 因为他是后勤的人物吗 他的汉语不地道 他是邱智人 他的汉语不怎么领 这很难啊 佛经翻译之难 困扰了中国佛教界很久很久 要想解决这个难题 就必须寻找新的方法 那么 玄奘所找到的方法是什么 而玄奘所具备的条件 真的是前无故 后无来者 他划繁监通 对印度的各种学说 也就是印度文化本身 有非常通透的了解 对印度各个教派 他都下过功夫 他总结了前人的翻译经验 翻译 创造了一种新的翻译风格 什么样的风格呢 玄奘就是厉害 手拿反本 直接念出标准的汉语 那当然可靠性就增加了 所以玄奘就创业了一种新的翻译风格 这个当然是很难不及 玄奘还特别注意 以前的译者经常擅自改动原文的文具 或者散字的删解 这种翻译风格是很坏的 今天的好多翻译工作还有这个的 你对着原本一看 少一段 他看不明白他给删了 但你不知道 这个经常出现的在翻译界 或者呢 也有莫名其妙没读懂的 我就读过一本 就是卡莱尔的英雄崇拜 论英雄崇拜 一代名著 有一个汉语本讲 当人走在黑暗的路途当中 如果前头有一只发亮的乌龟 它就能引着你穿过黑暗 我当时看了汉 我说乌龟发亮 没听说过 后来我才发现 实际上他把乌龟这个外文 搞错了 实际上人家说有萤火虫 他把那个萤火虫 看错两个字母 看成乌龟了 所以这种翻译都是很可怕的 玄奘注意到这个 所以他大力反对 这里边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什么故事呢 建于大此人十三章法师传 说玄奘在翻译 大波罗经的时候 因为啊 梵文本有二十多万宋 这个佛经的体量很大 所以他的好多这个旁边的助手 就建议玄奘啊 删掉一点 删掉一点 太大了这个量 翻过来 步头太大了 玄奘将顺重力 玄奘就 哎 想大家的考虑有道理啊 就听从了大家的意见 如罗石所犯 出凡是从 他就像鸠毛罗石翻译的那样啊 把一些东西给删掉了 玄奘也做过这个事 删掉了 这也是合情合理 可以理解的吗 重复的删掉 对吧 或者说相类似的 我把它删掉 然而出事了 玄奘听出了 玄奘同意大家的意见 把原本给删击以后 半夜老人家做梦了 就梦到很危险的情况 做此念 以雨夜梦中 既有极不无耻 以乡警戒 或见乘危旅险 或见猛兽伯仁 流汗站立 方得免托 决已近距 向注重说 欢迎广 要么就爬到高山上 掉到了山谷里 要么就梦见自己跟猛兽在搏斗 他觉得不对 玄奘觉得出事了 晚上流汗 站立 在梦当中 醒过来发觉不对 再通知这些徒弟 恢复回去 不要乱翻 所以玄奘的态度 是很严谨的 玄奘翻译的佛经 跟原本的对应程度 是很高的 我们现在研究佛教 如果梵文本不存在 又没有别的语言的本质 玄奘的汉语本价值极高 原因就在这里 它跟原本比较忠实原本 我相信这样的记者 同时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玄奘是一切以佛法为重 大家以为他忠实于原本 就认为玄奘非常拘泥是吗 非也 玄奘偶尔会根据自己 有把握的理解 来改写经文 因为玄奘的佛学造译 放在印度也是超一流的 他有自信 对自己 发现某一部佛经里边 有些讲法 突然不准确的时候 玄奘在有百分之一百把握的时候 玄奘也会动手改佛经 当然这个情况非常少见 我举一个例子 这要有例子的 没有例子 这是污蔑玄奘 唐高宗显庆四年 公元六百五十九年 玄奘法师六十岁的时候 玄奘翻译大批婆说 玛哈比巴萨 这个经翻完了 弟子 他有个弟子叫法宝 觉得这个经文有问题 觉得这个经文有问题 玄奘啊 你觉得有问题啊 玄奘看看 是有问题 顺手往经文里加了十六个字 那法宝就晕了 因为法宝这些弟子是在玄奘非常严格的教育和培训之下之下成长起来的 看到玄奘是多么严谨的 知道玄奘是反对改动原本的 你老是怎么说一套做一套 怎么你自己往里加东西呢 就直接了当的问玄奘 十二句四句为反等有 十六个字嘛 也可以看成两句 八字八字也可以看成四句 佛经当中经常是如是我闻 就是四个字 佛经当中经常四句 四个字四个字 说您这个我不管您 这十六个字 分成两句还是四句 原文当中有吗 那个弟子也算胆子大大 当常文老师啊 原文当中有吗 玄奘回答 无以异议着情作儿 根据佛经的意义啊 我着情处理 自己写的 玄奘就这么回答法宝 那法宝晕了 这个回答听过来不就晕掉了吗 就问 是其也凡语 假圣人量乎 师父您难道可以拿凡人的话 在他眼里 是个师父 师父还是凡人吗 说您难道可以把凡人的话 加到圣人之眼里面去啊 玄奘的回答是 是也不行 我知之意 这段禁风不灵 有错 我早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例子 很少见 但是很深度 所以玄奘既忠实于原点 而又在自己 凭借着自己 对印度佛教的绝对透彻的理解 再碰到原点有错误的地方 自己动手改动 这也是有例子的 所以玄奘的翻译工作 他把各方面的关系处理的 接近完美 我们不能说绝对完美 但最接近完美了 所以他的翻译质量高 水平高 可靠 这都是要用例子来说话的 玄奘是 他悉行求法 立即千计万苦 只为求取真经 而取到真经 才只不过是走了 求法之路的一半路程 另一半路程 就是翻译佛经 所以他魂系真经 迫不及待 也只有这样 才能弘扬佛法 功德圆满 那么 玄奘的做法 都得到了什么样的赞誉呢 长久以来 玄奘的翻译 得到了很高的赞誉 我的老师 季贤林先生 曾经说过 他的一封 既非直译 也非异议 而是荣惠直译 自创新封 在中国翻译史上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评价 季先生本人 是懂实际种语言 懂梵文 巴黎文 懂土火罗文 而且他自己 还把弥勒会见记 土火罗文一本 老人家还直接翻成了英文 他没翻成汉文 他翻成英文 后来他也翻成汉文 所以他是真正懂得翻译的干苦 他是有资格下这个段语 这个段语 毫无疑问是正确 不仅在翻译实践方面 在翻译理论方面 玄奘也有重大的见数 玄奘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翻译工作者 他还是一个了不起的翻译学理论家 这么一点我留到后面来讲 留到对玄奘法师做总结的时候来讲 这一年的五月 立场正式的建立起来了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了 玄奘迫不及待的 只争朝夕的 正式开始了 佛经翻译工作 这一切都是紧锣密鼓的 大家别忘了 他三月份才从洛阳回到长安 五月份已经一切组织完毕 想想今天交通发达吧 通讯发达吧 你着急人士 从全国各地 把顶级的学者全部召集起来 组织好 开始工作两个月啊 放在今天都是了不起的速度啊 这充分反映出 玄奘的急迫的心情 五月份开始工作是吧 五月二号就翻译了 大菩萨藏经 之所以翻译这部经 当然是有考虑的 因为这部经 就是讲菩萨行的 讲怎么样修行成为一个菩萨 讲菩萨应该是怎么修行的 而这个菩萨行 是大乘于谐派里边的重要的学术 玄奘本人是大乘 信奉大乘于谐学说的 所以第一部的经 他有意识地选择了 大菩萨藏经 这是一部对于 大乘于谐行派来讲 提纲窃领的一部 纲领性的入门经 玄奘动手就翻了这部经 有意思的是 这一年 这一年 玄奘46岁 是玄奘 他前面的46年的生命 几乎都是为了现在做准备 是吧 他成长 学习佛教 再不远万里 悉心求法 取回佛经 这一切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而在他开始翻译 公益经工作的第一年 我们注意到 玄奘翻译的几部经 相对于他后来翻译的佛经而言 应该说他的重要性 相对是很小的 即使像大菩萨藏经 他的重要性 也跟他后面翻译的佛经 不可相比 为什么会这样 玄奘在等待着什么 玄奘又有哪些特殊的考虑呢 请大家听下一讲 玄奘法师所翻译的所有经文中 最重要的就是与其诗记者 这幅经是由弥勒佛口述记载而成 中国人熟悉的弥勒佛 是一个笑口常开的大肚子形象 而在历史中 早年的弥勒佛 是一位身材修长 面容娇好的菩萨 那么弥勒佛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形象的呢 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前文中教授讲 玄奘西游记 弥勒佛真相 玄奘法师所翻译的所有经文中 最重要的就是与其诗记者 这幅经是由弥勒佛口述记载而成 中国人熟悉的弥勒佛 是一个笑口常开的大肚子形象 而在历史中 早年的弥勒佛 是一位身材修长 面容娇好的菩萨 那么弥勒佛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形象的呢 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前文中教授讲 玄奘西游记 弥勒佛真相